六甲的飯店入仗用六酒店 跟世界的麵包冠軍陳耀訊合作 推出刊定的麵包 賓長按大月分開始 只要八個禮拜入大飯店 就能吃到陳耀訊特別為飯店製作的 獨家三款麵包 要給賓長平常在地的六甲味 輕輕輕開用六甲麵茶做的香 麵茶香開馬上走出來 口感又很Q很軟 是表皮酥脆 然後裡面的話是 有一點點爆漿的感覺 然後是很綿密的口感 感覺是蠻老少嫌疑的 就是長輩或小朋友都可以吃的麵包 世界的麵包冠軍陳耀訊是六甲主題 雖然現在還沒辦法實現 回去六甲開麵包店的房間 不過他厲害的手機 其中麵茶用黑Cream 不然將六甲味包掉 更改良傳統的台灣麵包 我之前的麵包前線在我的家鄉麵港 我也希望很多外地的遊客 或者是國外的遊客 我們來入住遊樂酒店的時候 在早餐當中 主要我們可以吃到各式各樣的 鹿港小吃 那在於麵包這個瓶項 是否能有一點鹿港的意象 跟風味在裡面 所以我就用麵茶 我們用麵茶做了一個內餡 那當然一般我們大家想像中 麵茶我們都是做熱水沖泡啊 像是一個比較高狀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為了要將麵茶做成可以包覆在麵包裡面的一個內餡 它在工序上就會變得比較繁瑣 就不單單只是沖入熱水 我們是將麵茶先用牛奶去做一個熬煮的 那麵茶本身它其實是一個烤鍋的麵粉 它會有一點點收稠 大家就是勾芡的這樣的一個感覺 那我們用大量的牛奶 去讓它變成收芡 去勾芡 然後收稠變成一個內餡 然後把它包覆在我們的麵包裡面 那當然麵茶小圓包 它其實有另外一個諧音 就是一個小圓包的一個概念 那當光客到鹿港來 我們除了吃的部分 第一是要好吃 那再來我們在食材的選擇上 也要讓客人可以吃的安心 和港尚叫鹿店 印度酒店 跟世界麵包冠軍陳佑信合作 推資寒冰米包 讓充滿鹿港元素精彩的食材 精彩的麵包 讓鹿港的軟實力 配合上彰化唯一 國際認證品牌認證的 small luxury hotel of the world 鹿港遊的酒店 這樣的牆牆聯手 把鹿港的好滋味 介紹給來鹿港旅遊的旅客們 能夠在這邊 住的好 吃的好 逛老街 吃小事以外 在週末的早餐 就能夠享用到世界麵包冠軍 陳耀迅特製的鹿港特色麵包 這次陳耀迅是來四個三款寒定款米包 用鹿港米茶做的香 軟絲不離歐 跟陳耀迅最經典的燒香 要給來鹿港大的鄉親 帶鹿港吃到鹿港在地的氣味 到中華新聞林貴英 鹿港採訪報道